各位姊妹 早安 我们又在空中相遇 经验都很特别的 见不到大家 在心灵里面 我想象大家都在这儿敬拜主 我们先去祈祷 参天父我们感谢你 虽然在这个环境 我们无法在肉身上接触 交谈、交通 心灵里面 我们仍在一起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有心灵、诚实去敬拜主 主你在我们当中 我们在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在主的心灵里面 一同的敬拜 求主祝福我们今天 继续思想你的话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祈祷奉主名求 阿门 各位姊妹今天继续讲 《使徒信经》 已经是第四讲了 今天所讲的 是有关耶稣基督的第二部分 就是我信耶稣基督 全被救赎 这段经文是想和大家读的 主要是读出来的 我就没有解释的 因为今天主要就是说信经 这个经文是作为一个的引子 第二 弟兄们 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暂立得住 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 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汉 然后显给十二使徒汉 保罗在这里提到福音第一 第一不是第二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 并且埋葬 又照圣经所说 第三天复活 就是使徒信经 所说 我们今天跟大家去思想的这一段 信经有关基督的部分 那个重心就是基督的一生里面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因着圣灵感人 从童精女 玛利亚所生 在本雕 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 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女复活 最重要的是我们信仰的核心 前面说到圣灵感人 一个是玛利亚 一个是比拉多 玛利亚这个名字很自然 因为耶稣基督是由玛利亚所生 但第二个名字 你就会说 比拉多这个人 怎会在信经里出现呢? 原来比拉多是代表了基督的受死 为什么有比拉多这个名字呢? 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受死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 而比拉多是代表了当时的历史事件 是在当时的一个真实的事件 是有历史根据的 如果比拉多的审判是一个历史事件 而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我一直强调这个历史事件 就是我们今天要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 不能够单从属灵的层次 而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把握 因为耶稣基督 他不是在属灵上受苦 不是在人的想象里面 或者在这个理论上面 而他是真真实实在历史上有血有肉的 是经历这个事实 而这个救赎就在这个历史上 是真实的发生 耶稣基督跟很多信仰不同 很多信仰可以创造一些人物出来 说到他怎样伟大 中文人以前很喜欢拜 就是孙悟空等等 那些是很伟大的 但耶稣基督不是 他是看得到摸得到 基督教不会否定这个世界 因为基督教不会否定这个世界 是相信在世界上帝所创造 而我们也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所有世界的问题 才能够在信仰上 找到他的承载力 否则是很虚无 耶稣的救赎不是一种心灵的幻想 而且耶稣不是单单要救赎他的子民 他还要救赎他所创造这个世界 在将来整个世界都在基督的救赎下面 耶稣基督这三十多年是看得到摸得到 所以基督教我们说是一个历史的宗教 而这个历史的宗教就证明耶稣基督 是一个真实在历史里面出现的人物 而他所做的是影响这个历史 而影响的历史不是过去是今天 还有将来 而我们看耶稣基督的出生 他的仇苦、他的复活是历史事件 而他的升天和再回来都是历史事件 是真实的 不是幻想的 不是虚无的 我们先说就是耶稣基督的一生 耶稣基督的一生是和苦难是不可以分的 当我们看到他选择在马祖出生 就在他一来到世界 他就已经选择了最卑微的榜样 因为他要在这个世界上去拯救 从最卑微的人开始去拯救他们 耶稣基督虽然他是大有荣华 耶稣基督也是拥有万有 但是他要无遗留的在这个世界里面 不叫有人 因为他们的卑微、他的自卑 而在流亡成为他救赎的流亡之鱼 如果我们说基督的一生和苦难不可以分割 我们很简单说 他的受试探是孤身一人 在无座里面摸鬼试探他 他靠着神的话语去胜利 他生活在罪人的里面 他经历到罪恶带来的痛苦和避弃 他见到撒该一个碎利被人拒绝 而耶稣基督深深明白他的心灵 耶稣基督接受他 还有在圣经里面经常提到 耶稣基督的compassion、怜悯 而这种怜悯是发自内心的 例如在拿恩城的寡妇 他的独子丧死了 很多人都难过 耶稣是经过 没有人介绍 没有人问他 圣经怎么说呢? 耶稣他从心里面 涌现出一种怜悯出来 他是不能自我发出怜悯 因为他对于人间的苦难深深感受到 但很可惜耶稣基督在他的心里面 他一直被拒绝 基督接纳人 但却被人所拒绝 正如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在最后的日子 他被宗教领袖放弃 被同胞遗弃 甚至被门徒遗弃 这个景象就是 当他钉十字的时候 甚至乎 他呼喊 他呼喊 为什么离弃我 好像上帝都放弃他 虽然我们知道 父是没有离开他的 待会我们去解释 三位一体的上帝是没有分开 这是耶稣基督的感受 作为人生感受 好像一切都离开他 圣经里面有一段 是很将那个情景说出来 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从那里经过的人欲骂他 要头说 你看这个拆位圣殿 三日又建造起来 可以救自己 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祭司长和民事都会这样弃弄他 比斯说 他救了其他人救不了自己 以色列的王基督 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叫我们看见就信了 你想想 如果耶稣基督他真的有能力 他可不可以这样跳下来 他可以的 耶稣基督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耶稣基督说 我可以叫天父 参拟十二形的天使来 但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么屈欲里面 明明有这样的能力 他都不去做呢 还有 当他估计在十字架上 他说父下会心离弃我 其他人就说 你这么厉害 所有人都离开他 在这样的时候 如果作为一个人 我就跳下来 我打下你们 打完你们 我上回去 行不行 行 这样就中了魔鬼的计 因为上帝 是不是不理他呢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很无助 沽缘在天地之间 我告诉你 这个我们叫吊诡城 就是当人看来 耶稣基督好像完全没有人接纳他 甚至好像连天父都离去的时候 这个时候正正就是三一上帝 全程投入的拯救人类 为什么这么说 就因为三位一体上帝 他在十字架上 都饱上这个苦港 他不会因为人的激将法 不会因为人的骄傲 而是忘记了他这个救赎的大力 正正在这个时刻里面 是全程投入 完成这个救赎 所以耶稣基督的死 是代表了上帝 尽对人的场景 耶稣基督的死 是甘愿并且主动的 彼拉多曾经对耶稣说 他不跟我说话 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 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 耶稣怎么回答呢 耶稣说 如果不是从上头赐给你 你就毫无权柄扮我 耶稣基督是甘愿的 他不是被逼 当基督出着他自己的甘愿 正正这个就是最大的大能 你可以去思想一下 基督有这样的能力 而他完全不去用 而在十字架上被人这样嘲笑 他的甘愿屈辱下来 这个就是他的全程投入 就是上帝的全程投入去救赎我们 基督在信经里面提到他 下到阴间 复活 升天再来 基督的受死 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 是他主动 不是被逼的 没有人可以把他置于死地 他可以把命捨去 他可以把命捨回来 但接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就说成了 信经就说下到阴间 下到阴间 不是他在阴间受罚 动作就是下到阴间 但实际上耶稣基督的地位是上升的 我们这样思想 耶稣基督在天上 降生 在卑微的马槽里面 在人间与罪人一起 被人欺凌 甚至被人弃绝 一路一路从最高一路到最低 然后被祭司长民事所害 最后被判死刑 在十字架上 被人灵欲 去到最低最低的点 然后耶稣基督 就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就在全程投入 完成了救赎 继续说成了 当耶稣基督说成了的时候 有整个宇宙震撼 就是魔鬼失败 就是魔鬼宣布失败的时候 当基督说成了 他的地位开始就高升了 所以他最低的地位 就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下到阴间是什么意思呢 下到阴间 跟我们中国人所想的 就是下去阴间 打十八层地獄 马尔叶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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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圣经》这句话是比较迟出来的 早期的《圣经》也没有下到阴间 经历了很多神乐家在《圣经》的研究中 他们相信要在《使徒信经》加回这句 就是下到阴间 大概在《比德前书》提到直着那灵 就是向阴间的魂宣告 原来耶稣基督下到阴间 就是要宣告祂的德性 在《旧约神学》或犹太人 这个世界有三重 一个是阴间、一个是地面、一个是天上 所以基督的德性是先从在阴间里面宣告 向阴文灵宣告祂的德性 然后第三日复活 在地上向众人宣告祂的德性 就是升天向诸天晚有宣告德性 将来祂回来审判整个宇宙 所以《圣经》就加了下到阴间 这是第一个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在阴间受罚 而是在阴间里面宣告祂的德性 阴间有一个意思 就是基督下到阴间 在犹太人里面 他们所用的阴间 就是指被上人遗弃的 以上是隔绝的 犹太人是很怕阴间 更加是怕被上帝所弃绝 在救责之外 在阴间里面是没有祷告 没有中赞的声音 只有哀哭切耻 现在耶稣一下到阴间 其实对于很多犹太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当一个人 在他一个最低落的情况 就好像他遇上来隔绝的时候 然后耶稣基督就临到他当中 你看旧约 耶利米是用抗野来比喻阴间 而犹太人是用疾病无助避困避气 来比喻阴间 所以是一种无缓 是一种好像上帝都不跟你说话 上帝是沉默不如的时候 基督在这个时候就临到你 让你在这个最黑暗的阴间的情况里面 基督与你共度 让你在阴间的情况里面出来 人世间 特别犹太人相信 总会经历 阴间那种可怕的日子 就是人 无论他情绪 无论他自己的身体 是到一个最低点 好像没有人能够听他说话 连上帝都好像沉默的时候 他们就认为 这个就是阴间的情况 基督给我们盼望 在这个时候 基督在我们当中 在这个时候 这个疫情 也令很多人困在家 或者没工作 情绪很低落 我们看这个新闻 看到有百分之四十多的人 情绪很差 很多时候 我们都觉得 不知何时可以出回来 不要忘记 耶稣基督在我们最低落 觉得我们在阴间的情况 原来基督是进入来 带领我们出去 给我们光明 给我们一线之光 復活 復活 可以说 在整个旧约神学里面 是一个最大争议的 法利塞人相信復活 杀到个人不相信 就算在犹太的拉比里面 他们也有不同的争议性 但耶稣这个復活 是带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看法 我们先看一番说话 这个说话 就是我任劳所说的 我任劳是这样说的 我任劳是早期教父 主后大概200年的时候 一个教父 他人被上帝创造 既然被创造就应该成长 既然成长就应该封城 既然封城就应该与神相似 彰显他的形象和样式 既然与神相似就应该被荣耀 既然被荣耀 既然被荣耀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参作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上帝是将个荣耀和生命给予我们 我们应该有成长和有封性 并且像神一样 因为我们的生命来自上帝 如果我们与上的相似 就应该有上帝的荣耀 并且是永恒与主同在 上帝创造阿当 并没有为他造成死亡 在伊典园里面 他生养众多变满地面 他有上帝的生命 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 上帝的生命断绝了 所以圣经怎么说呢 那个分别善恶鼠的 吃得日子必定死 死意思就是与上帝隔绝了 当人与上隔绝了 人就没有了上帝的永恒生命 这个就是灭亡 因为断绝了 那个永恒生命的源头断绝了 今天我们之所以 存活是暂时的 就是上帝创造我们 我们是暂时的 但我们要和上帝一样 永恒的存活是不可能的 因此 救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恢复我们和上帝的关系 我们自己不可以永生 因为我们的生命不能够永恒 除非我们和上帝交往 我们和上帝交往时 我们就有上帝的生命 于是我们就有这个永恒生命 所以要透过与上帝交往 上帝的永恒生命 才可以注入我们 是透过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基督一定是上帝 给我们的生命 才可以有永恒生命 而当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帮助我们 在属灵上成长了 但一样不同 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之后 给我们的生命 是要比亚当的生命更加荣美 亚当是上帝所创造的荣美 但基督的救赎 我们将来所得到的生命 是要比亚当更加荣美 所以救赎不单是恢复原来创造的美好 是因为无比基督的救赎 叫我们所得到将来的生命 是一个很荣美的生命 甚至是要比天使的地位更高 我曾经说过 上帝所创造是帮助我们 朝向忠诚 即朝向完美的结局 所以今天是一个过程 亚当如果没有犯罪 他仍然会生存 但亚当犯罪之后 从亚当以来的 就会和上帝的生命 终断了就会灭亡 而今天透过基督的救赎 我们重新得到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是叫我们可以与主在一起 不过 我们的肉体 圣经说是一个取死的身体 而我们怎么可以重新得到的 那种荣美的生命 就是要看复活 耶稣的这个复活 就是要让我们看到 原来我们要重得上帝给我们的 那种荣美的生命 就是要透过复活 什么叫复活呢? 我们要求要复活 复活 不是死了回生 拉撒路死了 后来耶稣叫他复生 但这个拉撒路 他会再去死 复活完全不是一回那种事 也不是像埃及人一样想 张尼尸业业了几十年后 他回生 复活不是回生 有人问 我们复活 将来的肉体怎么来 这个牵涉很多神的问题 例如我死了 烂了 火化了 将来的肉体 上帝是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 但这个荣耀的身体 在圣经里面 是一个很独特的字 去说的 哥林多前书 十五章四十四字 它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 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气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那我们就问什么是灵性的身体 我们要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復活 和耶稣基督 钉十字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有 基督死的时候 被人打得肿了 并且又伤了 但到基督復活的时候 基督是带着一个 永美的 我们说是一个灵性的身体 它是肉体来的 身体 但是有灵性的 已经不同以前的一个 所以基督是带着一个永美 他復活的时候 连玛利亚也不认得他 直到他说话才认得 因为是一个永美 耶稣基督在他的身体上面 他故意留下一个痕迹 就是他钉痕和勒旁的痕 目的是要被门徒认出他 其实他不需要的 这个钉痕他不需要的 所以将来復活 是要让我们原来最荣美的身体 重新出现出来 灵性的身体就是 他已经再不是原来的肉体了 所以耶稣基督 没有能够禁制住他 他可以随便出现 可以离开 他可以升天 耶稣基督的身体 已经不再受这个时空所限制 不过他可以食物 他的肉体 他也可以不食物 很多奥秘我们都不知道 不过从基督復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是一个完美 是一个有属灵的肉体 所以我们就明白 復活这件事不是死过回生 是一个万向终成 一个完美的灵体 一个属灵的肉体 将来与父神相处就是这个 所以就不是单单我们的地上 不是血肉的身体 而是有灵性的身体 从基督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这么荣美 所以将来我们的復活 我们都会恢复我们最美好 就是神原来创造给我们 最靓仔的 又不会脱头发 又不会四眼 又不会皂皮 最靓仔 最好的那一刻里面 第二个意思 復活是什么意思呢 更重要 在耶稣基督復活的时候 本来復活是将来的事 将来主要回来 所有人都復活 所以復活不是现在的事 不是过去时 是将来 耶稣基督将将来的事件 预先出现 给他门徒看到 让当时世人看得到 就是将来的復活就是这样 将一个未来的 在历史里面出现 这个在神学上就很重要 我希望今天大家不是听很深的神学 不过这是我们很大的盼望 这个盼望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 原来是这么真实 耶稣基督在历史里面出现 祂的復活将来都在历史里面出现 终于没有人相信 但主将来都会回来 因为这个历史是这样发生 如果将来事件已经出现了 那历史就一定这样发生 如果有人将未来事件 给你今天看到 时间就一定是这样去 不知道你明白吗 这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有人在今天 将手标 带回去2000年前 2000年前人 如果看到2000年后的手标 这个未来事件在2000年出现 那么这个历史就一定会发展 发展到2000年后 手标的出现 耶稣基督这个復活 是给我们一个信仰 是非常非常真实的 在来 升天 在来 和审判活人 死人 耶稣基督的升天 当祂复活之后 不单止门徒见到 很多人都见到 并且 耶稣基督是吩咐他的门徒 要等候圣灵 祂就升天 是带着祂的肉体升天 坐在父神的右边 将来祂就要回来 天使怎样跟门徒说 他们见到 耶稣基督怎样升上去 将来祂就会怎样下来 所以复活升天 都是一个未来的事件 要我们在历史里面 在今天里面 看得到 看得见 最后 再来就提到 审判活人 死人的主 耶稣基督 祂回来 带着荣耀 带着能力 耶稣基督 在今天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会觉得 宗教只不过是一种安慰人 很多人说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但没有一个宗教是可以将未来的事件预先出现 唯有基督教 耶稣基督 是将未来的复活 预先出现 圣经就说 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初熟的果子 初熟的果子就是 当你见到初熟的果子 其他的果子就会成熟 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 当我们看到基督的复活 我们知道将来我们也会这样复活 就是为了祂要回来 作为一个历史的铺排 有一个职学家 他就这样说 他说基督教的信仰 也是很奇妙的 他就很信奉一种主义 他就叫做功利主义 我们不需要同意他的看法 功利的意思是 好的有好处的东西 又不是我们所说的 只是见利亡严 就是那个意思 那些位活家就这样说 他说 如果耶稣基督是真实 他就带着肉体升天 如果将来又回来 又审溫一世界 但是我们去相信祂 到将来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被审判 并且拥有永生 但是如果我不相信祂 如果我不相信祂 那万一他回来 那我就很惨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如果我相信祂 那我没有损失的 我相信祂 我毫无损失 但是当我回来的时候 我拥有一切所有 但我不相信祂 如果万一是真的话 那我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位活家就说 继续继续继续 我也是要相信 虽然表面上是 祂好像很市盔 但今天正正在圣经里面 提醒我们一句说话 如果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祂是一个复活的主 祂曾经在历史里面出现过 而在圣经里面 他这样说的时候 是这么真真实实的时候 我们去拒绝祂的话 我们不是相信 去拒绝祂 其实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险 我们没有这个险制 我们去拒绝 你不会使得基督损害 你也不会使得其他基督徒损害 你也不会使得上帝有任何损失 但是只有你 是会损失一切 而且风水路骗你十年八年 因为祂是不知道未来的事情发生什么 耶稣基督是已经将未来的事情 向我们呈现出来 所以今天帮我们看看基督这个传备的旧属 不是单单在今天属灵上安慰我 叫我今天能够得到满足 而是叫我一个永恒的盼望 还有 这个世界会越来越拒绝基督教 很多人越来不相信基督教 但是 耶稣基督怎么说 终于任何人不相信 祂仍然是回来的 天使说祂怎样升上去 祂怎样回来 终于没有人相信 历史仍然会这样出现 因为未来的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上 我们真是很真实 耶稣基督在我们最困难之后 尽我们的生命 耶稣基督在这个历史上真实出现 更重要的是 一个复活的主 一个未来应该是未来复活的主 是已经出现了 指向未来 给我们知道 我们将来都是这样复活 所以是一个很得盼望的信仰 圆主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道里 信得坚韻 我们继续行走这个路 我们同心地祈祷 这样是主的恩典 就是当我们想到你的美好 想到你的尊严 想到你的偉大 主我们真的很感恩 我们成为你的疑虑 拥有这个永恒的生命 虽然地上的生命很快过去 虽然地上的分乱 我们无法看到它 如何可以终结 但是主祢是得盛 你已经将这个未来的事情 给我们看到 是一个确确实实 你如何升上去 你会如何回来 审判这个世界 带来这个世界 真正终极的解决 帮助我们今天 在失望困难里面 仍然拥有这个盼望 祈祷奉主命求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